大家好,欢迎您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 今天是2020年4月10日,星期五 有很多的朋友可能是不太清楚 美国的体制和中国的体制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区别 大概的概念上,大家要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体制 中国是一个什么体制 西方给中国扣一帽子叫专制体制 要我说呢,其实中国呢,从它的概念上 从它的定义上,从它的实际的做法上 其实中国你绝不能把它叫做一个专制体制 中国呢,其实从古代它都不是专制体制 我们经常看一些个历史片,对吧 看古代的片,那就叫做宫斗剧,对吧 看一些历史片 那在历史剧里面呢,我们就看到古代历朝历代的皇帝 我们就看到了,这皇帝他会受到很多的制约的 会发现呢,其实古代它是一个法治社会 就算是后宫,就算是后宫,皇帝管理他的后宫的时候 包括太后啊,包括这个皇后啊,包括那些妃子啊,宫女啊,什么的 对吧,我们经常会听到他们说,这不符合组制 对吧,老祖宗不是这么做的 这就是一些规矩 这就是法律 他们也是严格按照法律的 什么皇后一个月多少钱呀 他的宫女儿是多少钱呀 妃子是多少钱呀 什么妃,什么妃,什么妃 他们都有严格的一些个级别的,对吧 你多少钱我多少钱,这都有一些具体的规定的 然后那些个大臣,他们有什么待遇呀 谁有什么权利呀 谁有多大的一个发言权呀 谁有多大的执法权呀 谁有立法权呀 这些权都是有具体规定的 他们都是按照这些规定来的 我们可以说呢,他古代的时候呢 其实是一个法治社会 并不是那皇帝说什么是什么 我们还看到那皇帝也是很受限制的 那些大臣们,他们每一天 每一天都在上朝 上朝的时候呢,大家就说 哎,你有什么奏报 我有什么奏报 谁有什么奏报之后呢 大家就讨论 有的人呢,说话可能分量重一些 有的人呢,说话的发言权小一些 但是呢,凡是站在这个大堂上的这些人呢 全都是有这个发言权的 对吧 你也不能说那会儿呢,他就是一个专制 真的 那是叫专制吗?那不叫专制 那是一个士大夫一政治 现在呢,中国也是一样啊 中国是全国人大 因为是一党执政嘛 但是呢,一党执政不代表一人执政啊 全国呢,有好几千万的党员 这党员呢,会层层的选出来一些代表 对不对 每一年呢,都会开两会的 是不是?那会开党的这个大会 决定一些重大的事情 这个最高的决策机构呢 并不是某一个人 并不是习近平 而是政治局常委 对不对? 政治局常委,他的人数呢 也是一个基数 为什么是基数呢? 以便于实行少数服从多数 你如果说偶数的话呢 他行不成少数服从多数 有的时候呢,会持平 但是你要是一个基数 就势必会形成一个少数服从多数 这个你能叫是专制吗? 说一党执政是没错 一党执政就叫专制啊 这是这个中国 那美国呢 什么叫民主啊 大家选是没错 他那个总统呢 美国的总统是大家选的 加拿大的总理还不是大家一票一票选的呢 加拿大我们只选这个执政党 我们加拿大呢 有三个党 我们就决定说 哪个党来执政 至于说这个党 由谁来当总理 我们加拿大人决定不了 当自由党 他们赢了以后呢 他由小土豆来执政 那就是小土豆 我们是没办法的 那美国呢 就是一人一票来选 选出来一个是谁就是谁 对吧 往往呢 也是就是在这个两党之间轮流 你也不能决定说 哎 我川普我不选 民主党我不选 共和党我不选 我选其他人不行 你就得在他们两个人之间来进行选 说你的选派上里面 你说你弃权行不行啊 你可以弃权 谁也不会拦着你 你就是不去那个 不去投票 也没人拦着你 对吧 你弃权 你有这些自由 你有选谁的自由 你也有弃权的自由 给你这个自由 有什么用啊 你必须得选他们 一旦他们选出来以后 我尬你 刚才我跟你说了 中国呢 是由政治局常委 那个基数 七个人或九个人 由他们来决定的 对不对 这九个人 也不是谁钦点的 并不是习近平没有权力钦点这几个人是谁 习近平也没有权力钦点说 哪个部 哪个委 说是谁 他一个人决定 没有 说我女儿是十几岁 我就送到美国去留学去了 现在我女儿习明泽回来了 我任命习明泽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常委委员长 行不行啊 那不行 不仅这样不行 就算是他任命他女儿说 是北京市西城区一个这个区长 也不行 这绝不行 他任命他女儿任何一个官 这都将成为中国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丑闻 但是美国就不是这样的 美国加拿大 一旦你这个总理或者是总统上台以后 他来一任命 这些局长啊什么的 反正他可以任命任何国务院范围当中的 他行政这一块的随便他任命 他有这个权利 最明显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看到 这个川普上台以后 他最受重用的是谁 是他的宝贝女儿伊万卡 伊万卡在他爹上台以后 伊万卡就活跃在这个世界的政治舞台上 还有一个人唯一重任就是他的宝贝女婿 伊万卡的老公 他叫库什纳 因为川普上了台 使得我们中国人对这个名字是非常熟悉的 库什纳经常听到 对不对 那最近呢 川普又委任了他这个女婿 来负责这抗击疫情这件事情 他这个女婿权力大了 那我今天呢 想跟大家分享这个视频呢 是 现在在美国的街头垫上杆上出现了一个海报 就是这个海报 你懂英文的呢 能够知道这上面写的是什么 不懂英文的呢 我告诉你上面写的是什么 这上面的这个图片呢 他就是川普的宝贝女婿库什纳 上面那两个大字 叫什么 not wanted 不想要了 不想要这个人 因为美国这个 美国这个警察系统啊 经常你要通缉谁的话呢 一般的来说就发个照片上面写了 wanted 通缉 现在呢 就是不要了 不是wanted 不要了 这谁呢 是叫Jerry的库什纳 然后底下呢 是描述 就模仿这个FBI啊 或者是警方啊 发布的那个通缉令 上面写的 not wanted rich kid 就是叫什么 花花公子富二代 对对对 叫富二代 这底下写的什么呢 这上面写的 全球疫情情况 美国人的健康 竟然有一个 没有任何从政和从医经验的富二代 无良房东来乘款 什么叫无良房东 就是他们家 是房地产嘛 他那个房子呢 或者是那个出租的 有些呢 是出租的 有一些是卖的 那他们的酒店 对吧 那酒店里面都是 大家在他们家那个住呢 那都是临时的 那他们家就是房东 对吧 他这个驸马爷 这上面写的什么呢 就是rich kid with no medical or government experience in charge of life 就是他没有任何的 医疗方面的经验 没有任何的从政的经验 但是呢 这次由他来掌管 成百万上千万的人的这个生命 在这次疫情当中 由他来掌管这次疫情 他涉及到成百万成千万人的生命 这人呢 他高六尺四 六尺四得多高啊 六尺四得有一米九几 打高个儿 川普他们家全是打高个儿 因为Ivanka就得一米八几 他那个小儿子呢 都快两米了 都特别高 川普本人呢 大约可能一米八五吧 他说skin color 他的皮肤呢 是很奇怪的白 然后呢 他的体重呢 是一百四十磅 好瘦啊 一百四十磅 我再胖一胖 都快赶上他了 说像不像slenderman 说yes 像slenderman slenderman呢 就是一个动画形象 这个动画形象呢 是专门杀人的 吃人肉 吸人血的 现在呢 就是川普刚一上台的时候 就由他这个女婿 负责起草了移民法 还记得吗 我以前做视频给大家介绍过 他负责起草这个移民法 那个疫情以来呢 由他负责这个疫情 那他负责什么呀 据说哈 现在他就大发国难财 还记得昨天我做了一个视频 我跟大家介绍哈 就出现了巴西 对中国有意见 巴西呢 有甜美的官员呢 现在就抨击中国 亲美 亲美就反中国 抨击中国 就是说中国发这个疫情财 为什么呢 因为巴西啊 从中国进口了一批呼吸机 本来呢 和中国谈的是 中国不赚钱 中国给巴西是成本价 结果呢 这批成本价 卖给巴西的呼吸机 到了美国以后呢 因为美国的商家 说是两倍的价格 可以收购 所以呢 这批呼吸机 已经到了美国 就快要到巴西的时候呢 又转手卖了高价 给了美国的这个企业 巴西呢 那个甜美的 他不去攻击美国 他来攻击中国 说中国黑心 结果中国呢 就发一个声明说 这事是有 但是呢 跟中国没有关系 为什么呀 因为中国压根就没有 跟巴西 直接来签订这个合同 这批呼吸机 是跟美国的中间商 来签订的 那这货 到了美国之后呢 是中间商 他转手 卖给了美国其他人 至于说是 卖了多少钱 两倍啊 三倍啊 这个呢 跟中国也没有关系 中国呢 也不去评论这个 他一定是卖了高价了 但是这事呢 就与这个库什纳 有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 我在而想说呢 我不知道 还有一个呢 就是 卖给法国的 一批医疗物资 还没有离开中国 在上海的时候 已经都准备好了 也是被美国 也是被美国几乎 美国呢 是以那批货呢 有报道的 是两倍的价格 被美国拿走 法国呢 一开始 也是以低价 从中国手里买的 结果呢 到最后 让美国 以两倍的价格拿走 法国好像 对中国没有意见 法国呢 就认了 因为法国没有交定金 是一线长一致吧 下回再买的时候呢 要先交定金啊 你看 就是美国有人 在发这个国难财呀 截取这个防疫物资 中国卖给他们的是 一个成本价 结果呢 牛脸他们就去赚钱 赚两倍三倍的钱 是谁在发这个国难财 那美国人也不傻呀 美国人现在呢 就是越来越对 这些事情呢 越来越气愤了 因为这库什纳 就光会赚钱 就跟那个 slenderman 那个动画人物 是一样的 专门是 吃人肉 喝人血 把人搞死 用这个 来形容这个库什纳 在电影杆上面 发出来 贴上这样的小海报 所以你就说 谁是专制的 谁是专制的 川普就是有这么大的一个权力 他想任命谁就任命谁 他想免谁的职就免谁的职 这叫阻隔 知道吗 这就是所谓的民主啊 你选 可以 选完了以后 可由不得你了呀 你说这民主 有什么用 中国人想要这样的民主吗 再搞一个党出来 对吧 两个天天打 天天斗 不干正事 一方选上去以后呢 就开始 就是任命自己人 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想用谁就用谁 那个在野党 你再有本事 我不用你 想要这样的民主吗 对不对 孰优孰劣 不是很明显吗 我记得我就是在那个最初 最初最初 我出来做视频的时候 那会儿我就亮明一个观点 我对一党没有意见 我觉得多党执政 比那个一党弊病要多于好处 缺点多于优点 我了解的越多 越证明我这个观点是对的 当然中国这个政权 有没有问题 有问题 中国还是探索的呀 现在中国 十九大的时候 不是提出来吗 下一个五年计划 下一个目标 就是 让这个执政体制 和执政能力现代化 中国这个政治环境 这个政治体系 会越来越完善 越来越科学 越来越现代化 会越来越好 它的好处 比西方的这个政治体制呢 它的好处会越来越多 好 我这个视频呢 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感谢您的支持明镜与点栏目